Hello 大家好 我是老罗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这个网约车 我是单纯的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话不多说 我们先看一下我的行程 多少钱 3块5 我们下车了 本来应该是9块5的 优惠的6元 3块5 为什么你也这么便宜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费用明信 起播价找了 9块5 里程费找了8块3毛6 时长费 5块6 时长费我没懂 5块6 总价是23块4毛6 动态折扣减了3块5毛2 然后优惠剧院减了146 最终我只花了3块9毛4 这个应该是10公里左右 10公里左右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只花了3块9毛4 比这个坐公交车还要便宜 我们再看我第二次坐车这个费用明信 这个的话只有一个基础费 因为这个是距离比较短 就一个起不价的一个价格 优惠的6元 我总共找了3块5 当时是我和我媳妇两个人回家 两个人花了3块5也挺便宜的 大家看到我的行程是不是有同样的疑问 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其实我平常坐网约车的这个次数很少 坐公交车比较多 坐公交车的话 我们一般都是在2元以内 如果说有卡的话还会打个折 可能1块8左右 1块8毛几 我们坐车一般都是2个人3个人 就算是起不价也才3块多 感觉比这个公交车还要便宜 我有朋友在里面上班 他们虽然说也是电动车 但是他们员工就是开车的这个人 他是有底薪的 然后是要拿提成的 虽然说每天有任务 但是他们的提成还是挺可观的 这样算下来的话 每一单2、3块钱 一天跑个100单也才300、400块钱 再说不可能 因为在一个城市里面一天跑个100单 一个车跑100单有点不现实了 所以说还是比较好奇 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懂的朋友